乐道AO60价格新鲜出炉 如果再算上Bus政策 Model Y的压力是不是一下就来了 真香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青霓 大家期待已久的乐道AO60 终于迎来了上市 价格给大家打在屏幕上了 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下面话不多说 趁着上市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 它到底值不值得买 来吧 一探究竟 首先带大家来看看亮点 外观呢 它是非常圆润的 轿跑SUV的一个造型 在细节方面啊 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 无框的一个后视镜 很简洁大方 视野呢也更加开阔 接着它的四个车门 都是无框车门 特别帅气 并且呢还是双层杂胶玻璃 然后它1米93的一个车宽 2米95的一个轴距 相比像Model Y等球呢 是直接大了一圈 所以在空间方面就不言而喻了 等会儿呢 我们去车里边实际感受一下 其次作为一款主打家用的车呢 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很实用 比如说在储物空间方面 咱们打开后备箱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一个仙背尾门 所以你拿东西的话也特别的方便 而且值得一说的是 为啥说它很实用呢 你看把这个盖板揭开 下面这个储物空间是真的很大 而且除了下沉式的一个设计以外呢 它两方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掏空的设计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并且这边12V的一个电源接口也没有缺失 OK 接下来咱们进车内坐坐吧 坐进车内它的整个内饰呢 也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比较贴心的是 作为一款家用车 它也主打很健康 因为它全车都用到了这种大量的 母音级的一个软包材质 包括在质感方面的你看 木纹的装饰也更显高级感 然后中间这块屏幕呢 是一块3K17.2英寸的一个中控屏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车跡吧 首先滑动起来呢 是非常顺畅的 直接来体验一下它的语音啊 想了想了 关闭主驾车窗 打开空调 温度26度 打开车窗设置 电池 这一通操作下来 是不是感觉特流畅 无论是二级菜单也好 还是三级菜单也好 都完全没问题 咱就是说能动口的就不用动手了 当然在舒适性方面的话 作为一款家用车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 它座椅的一个通风加热 前排都配备到了 后排呢是给到了加热 包括座椅按摩这边还有座椅调节等等 都可以直接在这块屏幕上来操作 当然呢你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直接通过语音来进行操控 所以整个配置看下来的话是非常丰富的 也非常适合家用 当然它还有一个亮点呢 就是它制驾硬件方面的东西啊 全系标配四个星光360度摄像头 一个4D成像毫米波雷达等30个高性能感知硬件 用到的是纯视觉的一个方案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需求的话 它也能够满足你 那作用一款主打家用的车的话 它后排的一个舒适度以及空间呢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调整一下前排座椅 调整到一个适合我的驾驶坐姿 然后咱们一进到底去后排感受一下 OK 坐到后排 先说一下我的一个身高体重 163的身高体重96斤 看一下我的腿部空间 有1 1 2 3 4 直接四拳 头部空间有1 2 两拳半的一个样子啊 这空间确实够宽敞 然后它后排呢还给到了一块娱乐品 在这上面的话你可以操作空调啊 包括座椅的调节 以及可以看看电视剧电影啥的都完全OK 能够兼顾到一定的一个娱乐性 好了接下来咱们去车外和大家聊聊动力续航 那么空间有了配置有了健康也有了 在安全方面呢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 它标配到了40箱主动和智能安全辅助功能 并且整车多个关键位置呢都用到了2000兆帕 超高强度刚 安全感呢可谓是满满 那至于在动力续航上的话 它搭载到了自研的900伏碳化硅主电驱系统 单电机后驱版搭载的是一台240千瓦的电动机 双电机次驱版呢给到的是100千瓦和240千瓦两台电动机 前者的一个0百呢5.9秒 后者仅仅只需要4.6秒 入门版呢就给到了60度电池 续航可以达到555公里 最重要的是它给到了Bus换电方案 可以直接使用未来旗下成熟的一个换电体系 就特别方便 给大家提供了更加灵活和经济的一个购车选择 虽然乐道虽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啊 但却依托以及共享未来的一个优势资源 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了 那这价格大家觉得值不值呢